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我现在打Pi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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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是的,我想约你 下星期五,10月2日 在聚研书室8点半,我们有一个活动 就是在《还民主运动于民》 讨论五区总辞的研讨会 你要记住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认为民主运动是不应该 几个大佬就谈完 应该把话语权还给我们市民 一起谈 到时见吧 是的,我还没说 我还没说约了什么人 有陈景辉,你,我 还有彭志明,以及张晓明 所以,各位观众 有没有叶玉卿吗 叶玉卿没有 所以各位观众 下星期,等你们一起出席 这个聚研书室的聚会 讲一下民主运动的发展 以及将我们的话语权 还给我们市民 记住,下星期五,10月2日 8点半,聚研书室 我们今天有请我们新闻透视的嘉宾 拍齊 拍齊你玩得多 拍齊你没见过 拍齊的电话来的 拍齊给你 好,好,好,好 拍齊,这个玩意 拍齊来到我们新闻透视 和我们新闻的东西和透视什么呢 你以前做哪一行的 以前 我很多年前做社工 90年代初的时候 做了四年 做了四年社工 是的 大家索到一旦随了 其实我们也不用卖关子了 因为我们今天要讲一下 曾德成何蟹 搞社工的事件 没讲之前 当然想问一下你旧市 你旧市那时呢 你旧市那时的社工是怎样做 和现在有什么分别的呢 我估计这样说 其实我做的时间很短 但是我是见到那个行里的气氛 和同事的情况 我想我入行的时候90初 当时我们做社工 社工有很多种 有些在楼下球场执载 是外展那些 是外展 有些是解决家庭问题 抖翻那些 是解决不了的 很多人都认为社工是做的事 但事实上社工里面 其实还有一班 是做一些我们叫做地区组织 或者社区工作的事 多多少少有点像 你今天见到的政党里面的职员 在下区里面的工作 但是我们的背景 就是由政府和政府谈的地方 或订了一些地方 例如说摩区 或者是将会重建那些区里面 来做事 也都会是由政府出钱 然后带着由这个机构 就是社工机构自己 去雇佣这些社工去工作 去帮忙 下去就不是解决家庭有分 如果下去 加草屋币搞不定的时候 我们就会跟他们谈 其实你们搬屋是不是很烦 或者你们是否想搬 千个地点有东西跟房屋 或者说你觉得现在的租金政策 其实是不是有问题 如果是的话 我就给资料给你 给你解释什么事 冤意有投债有主 然后告诉你 哪个部门要负责 大家想上街的 就一起去 就是搞事为止 就是组织一些街坊搞事反政府 就是你们不和谐 我们不和谐 但是不和谐也是政府政策 不和谐也是政府政策 当然文件上面就会写法不同 就是内培育这个地区的领袖 那些 那些 但是那个背景是因为暴动 667暴动 暴动的时候 英国政府最怕就是共产党 是 这样觉得 喂 顶 即是 我说不说 可以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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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共产党 可能不用顶 不过现在这段时间就要了 为什么 当时好一点吗 什么是共产党 没理由的 没理由 现在共产党 谁是共产党来的 我明白意思 毛泽东那就是共产党吗 这个有趣 这个很有趣的问题 但是你只有20分钟的节目 我们怎么顶 顶 顶 下集再来 再谈这个问题 开个节目 你说共产党 对 共产党主义宣言 但是状况是这样 英国人觉得 喂 不行 下面那些社区 他都知道自己下面千瘡百孔 是 就是 卫生问题 水电问题 什么都搞不定 那怎么搞呢 你搞不定 下面共产党下去就做组织了 即是当时你讲工联会 当时是吗 可以这么说 哪个会就没了所谓 总之就是 我想也是整个大的环境来的 因为在战后 大家冷战的时期里面 一个更大的政策就是 要围堵共产主义太平洋 所以是南韩 日本 台湾 香港 如果越战打赢 加上越南 泰国 这样就不让共产主义离开 宁愿 宁愿被自己培育出来那班社工 起到自己搞反自己的东西 好过被共产党班 有来去搞反自己的东西 因为社工下去 他们就会鼓励居民去表达意见和提出问题 但怎样都不会一起弄炸弹 对 即是两害 甚至少 你某个人是英国人的高明的地方 我觉得是英国人的高明的地方 他可以明白下去做这些事 但他没了所谓 他只能让你做 反而疏道了 民怨 绝对是 所以后来这类 最早期我们下去做服务 我们叫做鱼舍层面 社区服务发展计划 简单来说 扔四个傻佬 然后去生亡的地方 要叫他搞定的地方 一圍麻雀而已 下去四個人做得到,做得到,做得不到 都是四個人的 總之就是把他放到鄉郊區、木屋區、臨屋區 或者將會重建面臨公屋的地方 於是在這個背景下的時候 我們就做了 房屋處是很不開心的 因為尤其是去到我一代 或者我再上一代 八十、九十年代 大家特別由臨屋區去到公屋 大家對房屋處相當不客氣 但對於我來說,街坊都怪的 你不是政府請來,這是做甚麼呢 我們就會說,我不是房屋處 我沒有責任要幫他隱瞞事實 或者偏坦他說話 其實我是挺利益的 我們只是講道理 街坊都有不同的 街坊都有些是會在會 他都會站在房屋處那邊 這個叫做你站在那邊 總之就是亂殺龍 或者下去的時候 大家在討論過程中 明白多些 原來我一直想搬去九龍 我搬不到 我重建之後 還要搬到青衣更衰 原來去到後面 其實九龍根本上是有樓 我給你知道 原來我有樓 為什麼不留給我呢 他明白一些事情 知道一些現況 又或者其實 政策 重建本身 應該是你們的利益受損 因為重建根本上就是貪污樓 其實根本就是他的說法 就是說改善生活 但其實公開別人都知道 是下水樓 是倒閉的 試過 整個大廈坐穿 然後再製造整個走廊出來 成本比你高 過程中 其實你真的要改善到你的生活 你才應該做 因為事實上到最後 不是你不對 是政府不對 我們在很多維滑的資料 或者是有些數字 分析上面 給他的時候 街坊自己決定 如果我們覺得有些事情 真的想和政府吵的時候 那就去信政府 談 如果他不談的時候 要不就請願 跟記者說 柏林彭琪的社工年代 應該是很支持得挺行的 還有是不是多元不相對 我可以這樣說 撐到挺行 其實到最後又請願 即是不和諧 用現在一個沒有制度 但是那感覺就是 當時做這些事 市民都反而不錯接受 反而現在反而是否經常講和諧 會不會有這樣因果 下一節回來 我們再跟柏林彭琪說 剛才提到他做社工的年代 現在這個年代是怎樣呢 回來見